提问题学数学 现在这里把一个圆弧折过去 折的时候这条线跟原本的AB是很长的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角35度 上面这个角是35度 今天他要求的是AD弧 AD弧可以怎么下手呢? 一个是看一下这一个角乘2 另外一个呢,我们可以什么? 可以知道这个AB弧扣掉这一段 那AB弧呢,其实他对折 所以其实是对到这边 因此呢,这边也会是这个角的两倍 那这边是35 接下来这两个就等腰 所以是180-35再除2 那这一个圆周角是锁对圆弧的一半 所以这个圆弧就等于再乘个2 就会是145 好,145是整个大圆弧 那这边对过来的这个圆弧是70度 所以剩下的就是75度 这边是3 5 5 6 7 8